9月28日晚 在广东活山南海区大港胡同高速 一名男子夜间行车时遇到堵车 因着急小便不慎将高架桥 故当作隔离带一跃而下 3日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事发后男子被送往医院 经检查没有生命危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